消滅并没闻 全年不间断 高雄市政府整合卫生局 及环保局的专业与防疫资源 共同对抗登革热的威胁 这单是什么情况 这水要吸引房子来 房子来 那里面放那个生物 是不是把他杀死 他不会破坏 他就不会破坏 他才不会破坏 拆一拆不再再删 新式补文器 就是防疫法宝之一 由环保局 向环保署与卫福部等 中央视察官员简报 目前高雄市已经在前镇 林雅 凤山 古山 三明等五大登革热热区 及紧急防护区域 布设600个新式补文器 能有效监控当地并没闻指数 全面防护 它是以遮蔽这个光线 来营造一个产卵的环境 那在外桶的部分 就是这个部分 它外面有一个防水的设计 那内桶的部分 沉稳会在这边 因为水汽的吸引 之后会连着在这边 环保局执掌环境业务 除了要有效监控环境 更积极进行资深源清除 检查及相关宣导 而卫生局部分 在今年启动登革热 整合式医疗招呼计划 让市民有更快的医疗途径 依照你的症状 以及我刚刚检查出来的结果 可能怀疑我感染到登革热 那我们现在登革热 有登革热快塞 我们可以抽血检查 然后大概30分钟之后 很快知道结果到底是阳性或阴性 根据统计 感染登革热造成死亡 主因多为感染后延迟就医 为了方便市民 能及早就近寻求医疗诊断 截至目前为止 卫生局已经看了 618家医疗诊所签约 免费提供登革热快塞检验 一旦医师判断需要快塞 抽血后只需要半个小时 就能知道结果 也同步落实医疗分级分流 第一个今年这个快塞 是完全由市府编列公共预算 所以对民众来讲是免费的 所以民众接受度非常高 那他们可以在第一个时间 就接受适当的诊断 因为登革热的治疗 快速的正确的诊断 对后续的治疗很重要 有时候已经发病三四天之后 等到很严重了 有时候药物的治疗 效果就很不好 所以今年到目前为止 防治效果非常好 市府参考国际经验 研究出适合高雄的 登革热防疫策略 从普社快塞据点 强制滋生源清除为主 喷药为辅 到社区走透透的 卫教宣导等 都是工作重点 而所监控采集到的文明样本 也会到这里来 因为民众看到文字 黏住 他就觉得说有效 他愿意配合 今年四月 高雄市的登革热研究中心 及国家文媒传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成立 国家籍的资源投入 更有效强化高雄的防疫能量 特别的是 民众还能透过手机下载 登革热民众及时通软体 随时随地掌握了解 高雄市所有登革热防疫资讯 今年就是说因为让资讯透明化 防疫透明化 而且及时能够让民众获得执政 所以这边有一个APP的一个 我们建制的一个功能 民众只要拿着APP打开之后 他在地的那个地方 他就知道 比如说最近这附近 有没有新诊断的登革热病例 如果他需要去就医的话 那这些特别人所在哪里 透过APP 他在那个点 就附近就会看得到 中央与地方交流 登革热防疫心得 不止市府的督管 旗下成效受到肯定 社区基层的主动配合 不让病霉蚊有机可乘 更是关键 一个礼拜 出来一次 全部把整个礼打扫 有积水地方 有哪个地方 都要把它捡起来 之后就再消毒 这样蚊子就没有了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呼吁民众 打命又咬地 我们今年的口号叫 打命又咬地 就是说家里的蚊子要自己打 那么家里的资深员 附近水沟的资深员 要自己去拼 清理 要顾自己的健康 顾不要让人家定住 顾不要去把班纹定住 要不然你如果确诊个案料到登革热 也不要去让人家定住 所以整个登革热防治 要每个人自己动起来 所以我们今年的五字口诀 叫打拼 顾自己 登革热防治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松懈 市府跨局处寄出各项政策 拉起防疫网 与市民联手展现决心 要在防疫大作战中赢得胜利 不会让人家定住 период 令人口诀 妇 飞 行